国民党动员的团体很喜欢穿制服 很喜欢穿制服 退警协会 公教协会 什么海军陆军空军校友会 很喜欢穿制服 什么什么党部 每个都喜欢穿制服 实际上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这样才表示你有来 达成动员目标 那动员来的人就是 他们的口径说法都一致 因为他们在上游览车 就发给他们一个宣传稿 如果有人问你 你就讲这个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军公教紧销的团体出来 实际你知道吗 因为下一步要改他们的年改 对 可是国民党遇到这个事情 真的捅到马蜂窝了 你们真的以为军公教紧销 他们想要的年改 只是到现在停止改革就好了吗 那年轻的军公教怎么办 还有更可怕 他们是要回复到年改以前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包含马英九的年终委员金 他们都要回来 全部都要要回来 国民党你敢不敢捅这个马蜂窝 这不是回到八年 是回到十六年前 十六年前 可是年改团体要的是 回到改革以前 哇塞 这太恐怖了 国民党你有的完了 你有的完了 就当场宣布破产了 对 国民党你的理念会被人家骂死 所以我就讲 你不接社会地区就算了 你连你来动员的人的地区你都没有接 你都在骗你动员的人 就是说 国民党都是用动员的 那其实就是原班人马啦 那所以他跟这个土地社会力的结合 其实抓地力是弱的 而且他们很快就收椅子 赶着要去吃饭 然后赶着要去这个 这个磁湖 有没有 对 好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青鸟其实抓地力比较强 他比较有扩散的这个能力 哎呦 对 止掉了 好 所以你怎么看待说 今天青鸟跟这个蓝鸣 而且富贵 哇 那边慷慨激昂啊 通通啊 押入大牢啊 等等的 他说民进党 八年A了1.5兆 他是有证据 真是 现在反正只要敢讲 下面就会话修了 可是我观察 两场两边的群众的运动 你说蓝鸣有没有人 也有人 也有人 但是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你知道 国民党动员的团体 很喜欢穿制服 很喜欢穿制服 退警协会 公教协会 什么海军 陆军 空军 校友会 很喜欢穿制服 然后什么什么党部 每个都喜欢穿制服 实际上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这样才表示你有来 达成动员目标 很喜欢穿制服 真的 你看 你可以看那个画面 每一个人 不是戴着有 鲜明骑士的帽子 要不然就是穿的 有鲜明logo的背心 要不然就是穿的 福字一样的这个T恤 反正他们就要穿制服 就是动员 就是动员 那动员来的人 就是我跟你讲 他们的口径说法都一致 因为他们在上游览车 就发给他们一个宣传稿 如果有人问你 你就讲这个 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的口径就是说 我们就是要查贪腐 要打贪污 要把这个政府 贪污腐败不好的事情 全部要揭露出来 但是他们有想到一件事 你们里面的人 有没有在做政府生意的 包含你们 没有讲 没有讲 有没有蓝营的人 在做政府生意 当然有 对 当然有 那么你所说的黑幕 你所说的贪腐 不是官而已 包含你有做政府生意的 只要有那么一点点问题 都包含你 以前是不能叫你去问 现在可以叫你去问 所以他们不知道 他不会跟他讲这一些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军公教紧销的团体出来 事情你知道吗 因为下一步要改他们的年改 对 我可是国民党 遇到这个事情 真的捅到马蜂窝了 你们真的以为 军公教紧销 他们想要的年改 只是到现在停止改革就好了吗 那年轻的军公教怎么办 还有更可怕 他们是要回复到年改以前 是要回复 真的还假的 是要回复 而且我告诉你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包含马英九的年终慰问金 他们都要回来 全部都要要回来 国民党 你敢不敢捅这个马蜂窝 这不是回到八年 是回到十六年前 十六年前 我还没有退伍的时候 连年终慰问金都要回来 他是全部都要 他不是国民党所讲的 国民党现在只跟他讲说 你放心 这个过了以后 下个就我们就解决年改的问题 年改 国民党年改就是 一刀切断 到此为止 到我们那一天 通过三读的为止 可是年改团体要的是 回到改革以前 哇塞 这太恐怖了 国民党你有的完了 就当场宣布破产了 对 当你去那边化修 去那边站街头 突然间发现 没有改回去 只是跟现在一样而已 那我们出来晒什么太阳 我们出来喊什么喊 国民党 你的理念会被人家骂死 所以我就讲 你不接社会地区就算了 你连你来动员的人的地区 你都没有接 你都在骗你动员的人 你知道他说 你们先站出来 放心 下一波我就改年改 我就改年改 你们心念 念之在这年改 我把你改 把你改好 改满 没有 只是停止改革而已 我告诉所有今天去晒太阳的 这些曾经的伙伴 国民党没有要帮你们改回来 国民党只是要停止改革而已 他没有要改回来 为什么 因为改回来 有另外一半人会受害 对 那些有一些改革的受贿者 我跟你讲 有很多低阶的 本来钱拿不多的 因为建立了楼地板 他们反而多拿了 对 如果改回去 他们又会变少 然后多的人领更多 然后现在后面退伍的人 钱也会变少 所以国民党是不敢改回去 可是这些出来 帮你国民党站台 穿着制服 戴着帽子的人 他们是要改回去 所以这些出来 帮国民党这些蓝英们 你们去慈湖跟梁蒋 鞠躬的时候 遇到国民党的党工 问他一下 年改是不是要改回去 我们要的是改回去 我们要的是改革以前 包含马英九的年重慰问军 我们全部都要改回去 你问问党工怎么跟你说 你问问党工说 是不是 对不对 要不要 我告诉你 他们都在骗你 真的在骗你们 国民党没有要改回去 反年改的时候 我是站街头 我是在主持的 国民党的立委 我告诉大家 站出来帮你们说 要阻止年金改革的 寥寥无几 甚至有立委私下跟我讲说 哎呀 你那么多扫领点会怎样 不然国家会垮 你现在看看 国民党要不要改回去 所以你们不要被骗了 蓝英很善良 蓝英很单纯 蓝英认为要很团结 可是你的团结被利用了 国民党没有要帮你们把年改改回去 他们只是要跟民进党斗争 把社会搞乱而已 你们都是社会稳定的力量 不要被国民党揪出来 让社会变乱 变乱以后 大家都会受害 所以这一些以前的老朋友 拜托不要被他们骗 我觉得他们上当受骗的几率蛮大的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口径都引致 说我们就是这个支持改革 废话 你去问问清你 他们也支持改革啊 但是改革要改自己好不好 立法院 而不应该改到一般不特定的人士 这太夸张了 所以他们一定搞不清楚 国民党在那边国会改革的内涵 究竟是什么 也不会知道说 原来搞半天 这个国民党的年金改革 并没有要帮他们讨回 16年前的这个账 好不好 来我要请这个 请这个年号上来 因为这一张是什么 蓝鸟 对 不是应该很多人吗 不是动员来的吗 这是10点50分 哇 轻抠了呢 塞车 你看椅子都收好了 因为你没有开天眼 所以你看不到 要看一下天眼 说的也是 因为今天太阳公公超时工作 所以他们比较不敢出来 对 早上这个快9点来 10点多 就收工回家 没错 10点多的时候 其实立法院内还在表决 还没有完全结束 好 那现在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因为民进党的 数人头的人数 敌不过蓝家白 好 那接下来 这个行政院要提示线 所以接下来 视线过 视线不过 对 可能的走法是怎样 对 有些刚上线的观众朋友 帮你们补一下进度 今天的结果是 62票反对赋议案 51票赞成赋议案 所以是民进党没人跑票 那国众两党 蓝白也没人跑票 62票代表什么意义呢 先谴责一下韩国瑜跟江启成 因为立法院政府院长 除非是很关键的一票 对 绝大多数99.99%的情况 他们是不投票 但是他们两个 其实今天没差那两票 你看简单的两票也是60 60对51 但是他们两个还是去投票了 对 所以他们两个根本 政府院长根本把 意识中立丢到垃圾桶里面 就没有意识中立这一回事了 一直都蛮没有 对 所以傅宽奇提醒你 你一直来讲说 行政院提赋议案 是挑起行政立法两院之间的争端 那立法院长表态支持 否决掉行政院复议案 那是不是立法院长带头挑起 跟行政院之间的争端 破坏和谐 对 我们用一样的标准看就好了 好 那其实今天这个结果呢 虽然有点失望 但是也不意外 跟我们之前评过一样 所以现在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 接下来的行政程序是这样 因为今天礼拜五 最快下礼拜一 立法院会把这个 复议失败的案 公文送给行政院 然后送给总统府 然后总统呢 再要公告 公告之后这个法律 三天之后就会生效 所以你用时间推 六月底以前 这个法律有可能会生效 好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他们可以组听证会 可以组调查委员会 把那个台中周先生 调去问啊 说你当天为什么匿名 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为什么不敢用台中市议员周永宏 为什么要假扮成周先生 主席我请求带律师来 不可以 不可以了 原来现在法律师这样 国委竟然还提要求 先罚你十万再抽 对 先罚你 而且要罚到我怕为止 罚到认错为止 好 大家很担心这个事情 但是呢 其实行政团队是有 有做好准备的 没有空窗期吗 有可能会有 但是希望他不要有 就是说复议案无法成立 宪法上的救济 提释宪 但是释宪 因为大法官 你提释宪之后 大法官 他的宪法法庭 要先评议 说是不是要受理释宪 对 但是因为这中间 会有一段时间 这就是我们担心的空窗期 那你在释宪的同时 可以申请一个 叫做暂时处分 就像法律上面的假处分 对 其实他就民法 就是freeze 不准动 民法上假处分的概念 就是暂时处分 暂时处分 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事情 虽然你还没有解释 但是如果法律实施 对人民会造成 无可回复的损害的时候 我可以申请暂时处分 在我们的宪政史上 只用过一次 就是当年 这个户籍法说 换新身份证 要留指纹那一次 后来申请大法官解释 然后也申请暂时处分 因为大法官认为说 那你如果留了指纹之后 我造成的损失 已经无可回复 因为我的指纹资料 已经被留下来了 所以当时是暂时处分 那暂时处分 因为只有那一次潜力 那一次的潜力是 暂时处分的时间是多久 是六个月 但是大法官在六个月内 就已经做出解释 说户籍法那条违线 所以暂时处分 没有什么时间的限制 我可以一直暂时处分下去 如果说依照惯例 因为我们惯例只有一次 就叫六个月 不过我个人研判 这个案子如果 这个宪法法庭 受理释线的话 应该会很快就决定 应该会在六个月之内 就决定 因为宪法法庭 他也不希望这件事情 通过暂时 超过暂时处分时间之后 它造成社会上的纷争 所以应该 我的研判 应该会在今年底前 会有一个事件结果出来 好 那现在释线由谁提呢 民进党团可以提 所以吴四瑶说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必要时机提出视线 柯总知道说 复议不能成功 但不是中战 绝对是下一阶段 更危险时刻开始 无谓罢免言之不欲也 那倒戈解散国会罢免 有没有可能 他干嘛讲我言文 他干嘛讲我言文